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利斯基金的利浩德 在我身邊是施老闆少年慶先生 是 施先生 上星期市場偏淡一點 消息發展都令大家擔心 不僅有華為 有多幾間大陸公司 又被美國交交陣 所以現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其實這次談判後期所出現的波折 是幫助我們對形勢看得清楚一點 最初大家都對和談有寄望 因為實際上 我最初想到這一刻為止 美國即使待住也有好處 沒有什麼付出 最多只不過是以前加了關稅 不加 都是回到舊時一樣 但中國又要買多些美國貨 又要開放市場 本身對美國也不錯 美國起碼有好處 美國可能不只是小小便宜 這次可以看到 美國其實是要制約中國崛起 不僅僅是貿易赤字 要解決問題 其實只要解決貿易赤字 我相信中國應該是願意的 我賣東西賣得太多 你就買一些給我 甚至我說 你買多少給我 我就按這個標準賣給你 已經解決赤字 現在扔回去 芯片也不賣給我 對自己 增加赤字 我買開的也不賣給我 赤字越來越大 所以我覺得不是貿易赤字的問題 全球藩這段日子 其實美國也有好處 其實美國也有好處 不過現在他要攪拌你 人家賣一些便宜的東西給你 你怎會不有好處 難道哪裏有人懷疑人家賣便宜 我自己覺得 他主要對一些中國相對發展得快的行業 有機會威脅他 那些就先制約他 以前賣開的 他有得生產 中國無得生產 他覺得 不便宜你 其實貿易當然是買一些 你有我沒有的 中國也說 難道我和你買一些牛仔褲嗎 所以你要有生意做 你將你有人沒有的東西賣給人 現在他說不賣 不賣便沒有生意做 所以如你所說 現在不僅是做生意 是說更高層次的 因為中國已被美國看成一個敵對 競爭對手 如果這樣就無情說了 每件事都阻礙你 好像最近華為有一個副董事長 都說被美國法庭告他 說蝕取美國有間公司的 其實這間公司是華為之前控告他 因為那間公司的其中一個人 其實以前在華為做的 最後就出來了 自己搞 華為控告他 偷了他的東西 現在就控告他 變得很政治性 我相信如果市場經常出現這些消息 對投資者是有影響的 起碼高科技公司的銜板受影響 不止大陸的公司受影響 美國的科技股 美國的賣賣零部件給大陸也受影響 他們有很多 中國市場佔有20-30%的生意 所以我自己覺得 市場對未來的預期是悲觀了 不過這個世界上次說和系覆所依 特朗普又放棄棄話 有得談 談的協議可以連華為那些一起解決 會不會納銀花明一串 我覺得也不排除 但是我自己整體來說 就降低了自己在市場的 取得的位置 不要在這個時候傷得太重 太進取了就要慢慢調節一下 市場可能避險情緒也會增加 不單是港股、大陸股票 近期美股 甚至避險資產 例如公共股股、黃金開始升 都反映到市場在慢慢調節中美關係的發展 我相信 對整個世界的GDP增長 都是有制約的 因為如果中國受到美國制約 以前美國各樣都扶持你 現在各樣都阻礙你 經濟增長實在會變差了 而中國是世界經濟一個很重要的玩家 如果計算排名 整體總量應該已經排第二了 排第一 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計算 如果中國經濟受影響 歐美、日本都會受拖累 所以我自己覺得 悲觀亦是很正常的 要預防一個比較壞的情況出現 對 6月有些事大家可以寄望一下 例如6月1日正式開始新的關稅加 或者6月第三個星期 就是G20 大家也會寄望 可以見面 好像去年年尾 見面會否有得更好呢 這件事是否應該看得太好呢 我覺得兩個情況都存在 先說本質 本質 美國已經將中國定位 是他要打擊的對象 這件事 今年如是10年 15年甚至20年 他都不會改變這個態度 除非你五年就將他砌低 如果不是五年砌低 他就一直砌 但是過程中 都是會坦坦打打的 打得厲害了 有時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自己覺得 都維持 開始的時候 我說 現在談判 美國是有得待的 他到差不多 待著先都不奇怪 所以 6月1日 是否加關稅呢 我自己認為 仍有變數 至於另外三千億 有機會不高 因為你也要留點子彈 如果三千億都加起來 下次加哪裏 談判的藝術 就留一部份 貿易戰 貿易問題都不能談 你全部都已經交 我自己覺得 不會 大幅向好機會 大不大呢 如果公佈反彈 因為 現在市是受這個因素 影響而回落 這個因素解決了 我相信即時會反彈 但可能反彈一下 特朗普又反彈一下 現在市場要開始 如果簽約 就有一段時間 簽約前 就會有波折 但簽了之後 我相信 都會告一階段 要等可能半年 一年後才有新的爭端 不過也很難說 因為這一番不搞 他會搞你第二番 最近可能開了科技戰 下一次還有機會 開不同的範疇 不是 貨幣戰 金融戰 各方面都會開 所以之前有人說 拋售未債 我覺得不會 中國就應該 要避免戰火蔓延 少幾個火頭 好過點多幾個火頭 最近如果看國內的發展 又去考察一下稀土 又去播一些抗戰電影 這個應該怎樣理解呢 不是抗戰 是朝鮮戰爭電影 朝鮮戰爭的時候 美國最初以為中國不會打 因為中國當時剛打完內戰 需要休養身色 誰知道毛澤東 他不理當時中國這種狀況 他不想被欺負到外面 如果靠近六江 打到近中國邊境 一定會出兵 這次大陸的說法 你又誤判 以為我不敢反擊 現在中國的態度 比原先強硬很多 即使談判無性 他都覺得在所不適 不會一些基本性 他覺得是原則性的問題 他不會打算讓步 中國談判採取的態度 雖然我可能實力不夠你強 但這些位置我不讓 如果你要施壓 你也要不兩敗俱傷 我傷一點 你也要傷一點 這就是博弱的理論 大家站得硬一點 反而可能有機會 有些空間 現在我自己覺得 不是完全沒有 但市場氣氛比之前差 明白 先生 最近你覺得 中美關係 五月份也過了一個月左右 你覺得實體經濟有沒有影響 從你的生意或網絡上的理解 我自己看房地產 最初一段時間影響 是很微的 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好像這星期五 平了高位 處於歷史最高的狀況 似乎未曾有足夠的恐懼 令到業主拋售 但已經造成足夠的恐慌 令到買家開始觀望 業主還未怕掉貨 買家開始暫停 日市 不是完全停 觀望的人多了 所以交投減少 價格還在高位增持 這是房地產的情況 至於一手市場 發展商也看定了 之前發展商是想加價 可能想加價 但現在市場慢了 他不敢開盤 整體來說 每一個範疇的投資信心 都是審慎 地產受影響 但我相信消費行業 暫時未見到 我去食肆 晚上還有很多人 不會影響日常消費 主要是信心或營商信心 投資性的產品 會慎慎一點 明白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總結一下 這段時間中美關係的變化很大 我們建議投資者 想清楚自己的倉位是否適當調整 暫時差不多 如果大家想留下你的問題 或是回顧過去的股壇事件 節目 歡迎收看以下的網址 我們下次再見 非常為日常人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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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들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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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